在谷歌拒绝认证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验证的网站之后 火湖浏览器以及微软IE浏览器现在也跟进 共同显示了国际网络公司对中共控制下的互联网所采取的不信任态度 这一切的来龙去脉都要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恶意行为开始说起 过去几天的几天 Google has been investigating some fraudulent digital certificates Basically they found an Egyptian company that was using unauthorized Google digital certificates in a man in the middle attack They've tracked down those certificates and said they came from CNN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解释 伺服器证书业务合作方 MCS公司 确认其不当签发的测试证书仅用于其实验室内部测试 并已撤销对 MCS公司的业务授权 即使如此 这项行为已经被谷歌视为对公众信任的严重打击 全面吊销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安全凭证 目前火狐浏览器的Mozilla公司也停止信任这项凭证 谷歌的Chrome和火狐在全球有10亿用户 其中有4亿是中国用户 未来浏览带有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颁发证书的网站时 将受到安全警告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